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家去中心化的云存储供应商 之前我从事传统金融 在瑞幸和福林明的投行部及德意志银行的全球市场部 还经营了一个2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 什么是DeFi DeFi是去中心化金融的简称 是类似于贷款 交易或保险之类的金融原语 这类金融原语被归纳为协议 如同TCP IP是网络协议一样 并在协议中通过完成特定事件 真正实现将供求关系直接与协议进行交互 并无需任何中间人 换句话说 中间人被中间件取代 DeFi之所以有趣在于它是开源且透明的 同时具有高度的包容性 任何有手机和互联网连接的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 当考虑到全球有17亿人没有银行账户 而35亿人有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保有量在过去8年中翻了一番 随着Skylink的出现 未来每个人都将拥有智能手机 每个人都能上网 并通过去中心化金融获得银行服务 现在 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构建未来全球金融网络的骨干框架 触及全球所有人 您如何估值DeFi项目 我们看到了行业跨过寒冬后的爆炸式增长 主要受益于大量资本的流入 总价值所定是现行的度量标准 广泛用于衡量生态系统的抵押品 总价值从去年1月的11亿到去年年底的150亿美元 增加到现在的400亿美元 我们相信到今年年底将超过2000亿美元 基本上每类协议都有不同的价值获取机制 其中有的协议是资产驱动性 有的是现金流入驱动性 所以还是要看实际的业务类型 去了解协议中的价值获取机制 我们要做的是查看链上数据 去衡量资产流和现金流 然后利用链上数据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建立金融模型 和传统金融模型类似 无论是基于资产还是基于现金流 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具体协议 您认为DeFi的产品市场是否达到最佳契合点 我认为当开始看到数百亿美元流进一个个生态系统 每个生态系统都有专属代码 表面上看可以被黑客入侵 但并未被黑客破解 那么我认为此时就是产品市场 最佳契合性萌出时 到今年下半年 市场就会达到2000亿美元 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但也不能自欺欺人 现在市场还处于初期 好比是互联网发展初期的92和93年 所以我们处于起步阶段 全球只有105万用户使用基于DeFi的智能合约 因此如果您观看此视频 您属于首批了解以上趋势的受众之一 DeFi的优势之一是全部的链上数据 对所有人都是透明且可见的 所以我们收集了相关链上数据 并导入业务分析软件构架中 软件是近两年开发完成的 通过链上数据做数据叠加 可以用基于资产的固执法 可以是基于现金流的固执法 通过使用实际现金流和流金他们的实际资产 来确定我们认为该通证的公平市场价值 基于价值获取机制 也基于增长性等等 逐渐我们会看到交易价格 因为所有目标资产都是交易性资产 流动性可能不强 但可以交易所以产生了价格 通过对比研究公平市场价值和交易价 我们会判断现在入场是否有足够吸引力 或者准备退出 哪些金融原语被应用到了DeFi中 去年借贷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大赢家 我们是AV的早期投资者 实现了约36倍的汇报 我们也是Nexus Mutual的早期投资者 他们提供去中心化的保险服务 实现了15倍以上的汇报 所以一个广泛的DeFi生态系统 是由成百上千个金融原语组成的 类似于传统金融生态系统的副本 DeFi在未来一年至三年内 还将构建数百种可以组合的金融原语 因此这些协议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网络效应 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个协议插入另一个协议 就像玩林肯日之积木玩具一样 自行拼搭 一旦协议可以开始运行数十亿美元 并没有被黑客入侵 虽说协议本身有被攻击的可能性 您就可以构建包含多个这类原语的金融产品 以太网是第一个layer1连提供智能合约 通过智能合约构建应用程序 但是智能合约也反受其害 我们已经看到合约在交易吞吐量方面达到的理论极限 也看到了高昂的盖茨费和网络拥堵 其他协议包括链中链也因运而生 实现了链外计算 或通过其他链再重新连接到以太网 包括中兴化的币安链还有波卡 可以链接以太网同时不产生拥堵 也没有高昂的盖茨费 Decentral Park资本是做什么的 Decentral Park资本是一个数字资产管理公司 现在基本上完成了首轮融资 正在准备第二轮 公司是在朋友和寻求接触数字资产的业务伙伴鼓舞下设立的 以前我也帮他们赚钱 到本季度末 公司队伍会重大到6个或者10个人 现在公司业绩和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很迅速 现在规模约为6000万美元 本轮交割即将到来 目标是7500万美元 本轮基金是为期24个月的DeFi基金 将投资标的是市值低于2亿美元的资产 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资产具有10倍指数及增长潜力 现在市场上也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去年当规模涨到这么高之前 我们也投了 今年我们换了赛道 目前正在尝试找新的通证 新的金融原语 他们有可能达到这个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化水平 但进入成本必须要控制在2亿美元以下 Decentral Park资本如何监控和分析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发展 我们现在手忙脚乱 困难重重 现在有超过8000多个通证 极具挑战性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专有技术 帮助我们导入链上数据 根据对数据的追踪 建立模型 对照公平市场价值和交易价 这非常有帮助 因为对于任何特定金融原语 可能有5个或10个名称 在这个领域进行竞争 我们可以将它们全部插入到我们的商业智能平台中进行度量 看谁能渗出 我们再下注 我们只投流动性通证 通常这些通证尚未在Coinbase或彼岸交易所上市 但我们尝试寻找和识别它们 目前大部分都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进行交易 如Nuniswap和SushiSwap 我们在场内购买 既可以通过专有技术 也可以使用传统的算法工具 Twap和Vwap 来进入非流动性名称 因此我们的定位是最早期 但具有流动性的通证 在传统风险投资中 一般需要7年的时间才能拥有流动性 在DeFi市场中第一天就可以产生流动性 但是流动性可能无法兑现成大恶毒 与2020年相比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20年DeFi市场开始出现产品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总市值锁定从10亿增加到150亿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生态系统中流通的抵押品 现在我们看到金春的市值从150亿上升到了400亿美元 到今年年底市值将超过1000亿到2000亿美元 因为有太多的资金流过 越来越多的团队参与 越来越多的机会涌出 人们尝试填补全新的金融源于市场 也有人使用这些协议构建应用程序 协议玩法好比林肯日之积木玩具 通过添加借贷和保险 创建新的金融产品 所以用搭积木的方法来理解搭建金融产品很有意思 这样可以针对更多受众设计多应用的金融产品 您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固执方法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智能商业平台 被亲切地称为Wopper 马修布罗德里克主演的电影《战争游戏》中 有一台同名电脑 我们参考了这个名字 Wopper的原理是让我们导入链上数据 在数据叠加的基础上利用金融工具进行估值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平台上 过去两年一直进行开发并不断完善 它的真正作用是帮助我们发现机会 当出现某种产品周增长率达到20%到30%的时候 Wopper就会弹出提醒 我们收到信号后就会马上去了解具体情况 比如对比同类产品它的表现高增长的原因 可能会抓住机会调配更多资金 很多机遇是根据产品市场契合度和增长性来确定的 工具则可以定量分析时态的发展 在进行定性的叠加 包括确定团队成员 文本标签 应该如何应对市场机遇等 所以 Wopper是我们投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转有工具 您的投资理念是什么 我们的理念是打造全新的全球金融网络基础架构 这需要庞大的计算量 如果考虑一下互联网对多个行业产生的影响 音乐行业将首当其冲 互联网也打破了很多标签 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传统金融公司发出的早期信号 他们也希望在DeFi的生态系统中寻求收益 现在我们处于起步阶段 用棒球术语来解释 我们正处于第一局的第四个或第五个季球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处于行业的极早期 未来五到十年内 可能成长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行业 您是否投资于以太网区块链之外的DeFi市场 我们当然投资于以太网之外的生态系统 我们临选其他类要万机会 前提是他们基本上具备以太网的金融原语 所以我们使用在寻找那些为用户创造价值 并显示出强烈产品市场契合度的产品 我们并不关注区块链本身 我们只是试图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以及哪些表现出明显的吸引力 法币会消失吗 我认为法币不会彻底消失 但技术正在不断结构法币 以美元为例 全球85%的交易以美元结算 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的20% GDP占全球第一位 您觉得长期来看这是可持续的吗 我认为不可持续 中国在技术开发方面非常成功 建立了BSN区块链服务网络 并利用该网络与所有贸易融资伙伴进行贸易融资 从这个角度看法币已经被数字化 央行的数字货币将要与非主权国的法币进行竞争 从理论上讲 数字货币就像区块链一样 因此我认为它们会共存 但是我确实认为拥有不由主权政府发行 基于代码和算法的货币会提供诸多好处 如比特币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 基本上代表了数字性稀缺 所以我认为只要有航空母舰和垄断性航道的存在 就会有法币 但是我确实认为数字货币将逐渐进入法币所在的某些领域 传统金融行业会经历去中介化吗 我曾在投行工作数年 比如德意志银行瑞幸和福利明 我清楚地知道金融产品的制作不如表面那么光鲜 这些大型机构中也存在大量浪费 而DeFi的本质则是罗帽对罗丁 实现供需平衡 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浪费都被压缩到协议中 协议有专门的价值获取机制 供通证所有者参与 所以我确实认为传统金融将出现部分去中介化 同时他们也会逐渐拥抱技术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财富500强企业通过代理 将他们的资金放入DeFi市场来产生收益 然后将加密货币兑换成美元 纳入资产负债表 在无法产生真正收益的传统金融界里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哪怕是早期变化 只有提供流动资金池才能促进交易 我认为人们拥有大量的流动性 但是缺乏产生收益的方法 这是人们利用流动性产生收益的机会 我也认为这对传统金融公司吸引力会很大 基本上DeFi对金融业的颠覆作用 好比互联网对零售业和音乐产业的颠覆 这将伴随传统中介机构的取中心化 您预估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如果您对我们现在处于风险中有宏观上的了解 可以说我们正投资在并处于DeFi的最高风险期 即早期阶段 美联储开始操作利率就意味着风险的抬头 美联储也指出将在2023年开始操作利率 我们想嵌入这段时间 并在美联储操作加息率和风险形成之前 设计相应的工具让大家表达观点 并在机会窗口上捕获超额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